各位骑鱼爹好 欢迎是Quantique的向前讲解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下这盘骑鱼推荐的江湖长局 如果这盘骑鱼一旦摆在街头上的话 估计不少骑鱼会上当受骗 表面上看 红方即便有双鱼三个兵来围剿 挑战黑方的泡马双鱼 目前黑方双鱼虽然是霸王鱼 但是不管如何点江都好 都没有任何叫杀的机会 而红方即便却有所不同 此局只要盯上两三分钟 红方即便就可以看出妙手来作杀 这里只要平鱼吃马就行了 下一步骑进鱼将就有双鱼错的杀骑 有些企业会认为 如果不平鱼吃马 红方能不能直接进敌鱼 想通过平鱼卡式构成双鱼错呢 好像这一步骑也挺不错 但一带这么走 压根起不到任何作用 黑方如果保留了这一匹马 刚好可以通过双鱼点降的方式 逼红方下帅之后 再次进鱼鱼为家 红方一上帅 黑方再次居将 逼你上完帅 刚好跳马一将 红方迫不得已 只能刷我平视 黑方啊 逃底一将 红方必败为夷 所以相当于开局 红方唯一的手段 也只能平鱼吃马 下一步骑 埋伏有一个双鱼错的闷杀 那这时候黑方呢 就十分被动 现实打不开 如果下降的话 我进底鱼顶一将 老将还是得上了 双鱼错 黑方啊 再接南逃 那如果一方直接选择抬高鞠 利用双鞠错呢 也没用 红方进鞠一将 你一下降 我进底鞠杀齐 易如翻炸 如果一方这一边呢 选择上老将 也为十一晚 红方啊 兵界率微 拱中赢一将 黑方啊 根本反不住 所以相当于开局 红方平鞠吃马之后 黑方就十分被动 现在炮呢 也无从发挥 唯一呢 能够点将的 就只有双鞠了 但是呢 这时候 黑方也有妙手可以解围 这时候一方会居将 破手红方下老帅 再次居将 你一上帅 双鞠绝杀 易如翻炸 所以呢 把红方的帅给赶下来 紧接着呢 再次进底居将 逼红方上帅之后 利用双鞠的优势来围剿 但你会发现 好像红方一上帅 黑方呢 也没有任何威胁呀 现在掏地一将也没用 红方平帅走行鞠就行了 你始终呢 没有双鞠错的杀棋 你现在呢 借将助攻 也没有发挥任何优势 面对红方的双鞠错门杀 黑方又无法退去回房 好像这么一看 黑方只能等着败 但是呢 在这种关键时刻 把其人呢 都有妙招来解围 这里黑方会直接平鞠过来送鞠 看红方怎么应对 现在红方这一边就失去了双鞠错的一个可能 但这时候呢 红方能不能退鞠 踩掉黑方的鞠呢 看似多得一鞠 实之不然 黑方借将助攻 退鞠一将 红方呢 反倒要败 所以呢 当黑方平鞠过来送鞠的时候 对红方来讲 很多球就输手无策 现在呢 你又不能从内道来照将围剿 黑方的双鞠又保住了将面 这时候红方呢 兵又太高了 根本呢 没有这种威胁 所以红方这里呢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围的方式 也只能呢 送鞠来将 看黑方走围 黑方如果上降 红方拱兵将杀棋 那如果呢 平降吃鞠呢 一旦这么走 你就失去了将面的优势 红方呢 退鞠吃鞠 为时不枉 黑方鞠一丢 仅身当鞠滑炮 根本是守不住 红方一鞠伤兵的围剿 必败 当时呢 刚才到了这个旁边 黑方呢 可能没那么简单 这时候黑方会选择下老将 一下将 前面就说不同 现在黑方呢 始终有借将助攻的机会 红方呢 又无法退居防守 这时候呢 又该怎么走 红方这一边呢 再次定理居将 黑方呢 就上将来走先棋 红方呢 根本是没有杀棋的 这边黑方只要老将 一直占据内线 红方呢 就没有退居吃鞠的机会 那这时候呢 红方这一边呢 却有一部妙招 直接平高兵 挡住黑方的将面 这一步棋呢 一走下来 局面就有所不同 那现在反过来讲 黑方呢 没有双举戳闷杀的机会 那到底呢 应该是平居点将 抽吃底边的鞠呢 还是退居吃高居 如果一方这时候 选择掏底一将 逼红方平帅之后 退居来吃掉底边鞠的话 那红方这时候 就可以撑此机会 先下手为强 拱兵来将 如果一方呢 一下将 刚好呢 当兵请王 必败 那如果刚才 红方这一边 拱兵将的时候 黑方选择贫劳将呢 前面就有所不同 现在红方这一边 如果平居点将的话 根本呢 很难构成威胁的 黑方一平将开来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所以红方这时候呢 要巧妙 弃兵作杀 静观其变 看一方走位 如果一方赶上将吃兵 红方照头一将 黑方必败 所以一方这里呢 迫不得已 当红方呢 平兵将的时候 别有选择 只能降五平六 这时候红方 兵路的兵 就可以发挥优势 把老将呢 赶到底边的内线之后 拱兵将来为将 黑方迫不得已 只能呢 上将来吃兵 红方呢 照头一将 黑方必败 那么这也是呢 黑方即便用狙 吃掉红方 中路狙的一个走法 那我们回到刚才的旁边 当红方即便 平高兵的时候 黑方不掏地将 吃掉红方 中路的狙呢 而是退狙 吃高狙怎么样 好像这一步棋 挺不错的 但红方这时候 又当作抉择 红方即便呢 就可以直接拱兵来一将 逼着一方的周围 你现在呢 会发现 老将是上不来的 如果上将吃兵 我掏地一将 黑方必败 所以呢 逼着一方呢 退狙吃兵来回房 但红方这时候 平平吃一狙 黑方现在 狙一丢 仅剩当狙滑炮 又没有占据中路的雷蟹 红方有一狙 双高兵来围剿 照杀起来 可以说是一种反战 黑方呢 谁也挡不住 必败 那好像红方即便呢 选择平兵过来之后 黑方吃哪个狙都不行 那难道黑方呢 就只能等着败吗 实之不然 这里红方 因为这个高兵是没有跟的 黑方可以直接退狙吃高兵 现在反过来讲 红方呢 也不敢退狙来吃一狙 毕竟一方呢 始终 有借将助攻的机会 进狙将 来构成杀起 所以红方这里呢 在当前局面下 好像走投无路 这个时候呢 灭对一方借将助攻的杀招 你当局滑将也没用呀 但是呢 这里红方呢 有一部妙手 就是近敌狙 送狙将 如果一方上将 我掏底一将杀起 所以逼着黑方呢 退狙来吃狙回房 这样的话 黑方底边的炮就没有炮架了 红方刚好趁此机会 退狙点一将 老将呢 腾挪下去 就可以呢 灭掉黑方 边路的狙 而黑方先呢 也是仅有当局滑炮而已 这时候呢 迫不得已 又不能平局站中 只能呢 先用局吃掉 红方的高兵再说 红方这时候 就平局过来 抢占中路的内道 在当前局面下 黑方仅有当局滑炮 无非就是海底捞跃的杀起 但红方局已经站中了 而且呢 有高兵 这时候呢 对黑方来讲 就不能随便乱走了 如果一方 他直接平局过来 守住内线的话 那红方呢 就直接退高居 现在呢 下部棋 通过呢 平兵 或者拱兵 来造江沙棋 而你这时候呢 想通过炮 来防守 根本来不及 比如说 黑方呢 直接平炮过来 想推炮防守 但根本呢 起不到任何作用 红方完全可以 置之不理 直接拱兵下来就行了 你如果平局吃兵 我把脸江沙 一组反战 所以黑方呢 破于无奈 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红方的兵 一步一步的拱下来 所以呢 此局呢 在当前局面下 黑方呢 不能用狙来守内线 而是呢 要先平炮战类 这样一走 前面就所不同 这时候红方呢 再次抬高居的时候 黑方即便 只要选择退炮 就行了 而红方这个兵呢 就拱不下去 一旦拱兵 黑方就平局吃兵 所以红方迫不得已 只能把兵靠过来 但黑方呢 再次平局守内 维持不枉 一旦呢 这么走 红方的兵就拱不下去 现在红方呢 只能继续平兵过来牵制 那一方这手呢 又会怎么走呢 黑方即便呢 会选择一个 上将的走法 静观其变 那红方的兵 也拱不下来 你如果现在平兵的话 黑方呢 就浸泡吃兵了 如果呢 你先进局点一架 黑方就下老家 你太子退局回防 黑方呢 就上将走过鞋 红方会发现 不管如何走都好 只要你这个兵 无法拱下去 根本呢 再也赢不了 双方呢 顶多就是一盘和棋 那这一盘残局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的棋友 就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